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题是魔幻假面喵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 第九代珠子帕地亚地区的宝可梦 已经在这礼拜登陆Pokemon GO了 那首播登场呢 当然是以玉山家宝可梦为主 那根据前几天的投票 大家看起来对魔幻假面喵是比较感兴趣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实测看看它的实力是如何 本身是草根二系 跟目前的脚踏天狗或者沙沃德是相同的 不过一登场并没有获得草细玉山家最强大的疯狂之物 到底能够影响Pokemon GO怎样的实力 我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吧 好 那今天有这一款玩家再次来投稿对战影片 使用的阵容的话是魔幻假面喵 在第一只后面是双水 巨爪怪以及玛丽露莉 今天阵容上来说看起来是防止第一只魔幻假面喵遇到火系啦 所以后面配双水算是合力 ABB的概念 好 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场 好 第一场是大嘴王 大嘴王的话本身刚系抗草 加上它会火系造势 所以我们今天就换巨爪怪上来对手的快速换脚 朽木药上来面对到巨爪怪 巨爪怪属性上来说当然是被绝对压制 不过其实巨爪怪爱你版本的 连续两个姜水炮是能够收掉朽木药的 你可以看到一下姜水炮要下去直接打半血 所以当巨爪怪要开盾强行把熊木药拉下去 是办得到的 那对手的大嘴王绝对压制魔幻假面喵 他应该很想要把所有的稳住 不过双方在出招速度上明显的是巨爪怪比较快 那在上一季总有炸弹的能量需求变高之后 熊木药的出场机率下降非常多 甚至在WCS的赛事中 几乎是没有看到人家的使用 好 这边巨爪怪连续的降落水炮 可以看到熊木药硬是开盾挡了 所以以一盾的优势 顺薇还是被对手拉住 没关系 魔幻假面喵要上来 本身二系能够抗暗影球 草系也能够抗草招 这边不论他出什么招事我们都有抗 不过这边是挡招了 对手一个战斗战拼到盾之后 大嘴王上来 但是他是切削 导致大嘴王没有办法绝对压制魔幻假面喵 而且他没有办法换脚 玛丽瑞尽量的浓 但今天的配招是以冬光束跟新鸟为主 在打大嘴王也都是减上 但至少魔幻假面喵可以打最后一只 对手一个招式出来 玛丽还剩半血 然后挤到非常满的气质之后 冰冻光束出去 直接把残血大嘴王收掉 大嘴王算刚有抗冰 但是血量上不多 加上他的体质比较脆一点点 直接下场了 而最后一只的对决 是玛丽对上玛丽 这边比较麻烦的是 我们的魔幻假面喵 可能会吃到对方玛丽的冰冻光束 超怕冰 所以这边玛丽到底能够消磨多少血量 是非常关键的 好一个新刀出去 感觉杀量真的是浅甲 双方都非常坦 对手应该会想要 急到两个招式 快要第二个招式的气量 才把我们打定 好对手中途剑换脚了 小喵上来立刻出招 但是他这边出招 反而把自己的能量上给耗掉了 加上他剩你的血量 魔幻假面喵上来 可以稍微练拱 急到打丑极的气量去面对玛丽 攻击力的部分 当然是魔幻假面喵能够获胜 所以一下下去 对手的玛丽 终究是死在打草结身上的 对方这一场失误也算蛮严重的 大主要那边 其实是可以等熊妙下去之后 直接上来绝对牙齿 最后来一个进香对决 基本上他是不会输的 但他并没有把握住 我们巨小怪 强逼两盾还是有一点效果 好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看到风妖精 风妖精面对魔幻假面喵 恶系本身怕妖精系招式 所以看到小招部分效果绝佳 那我们这边不论是草系或恶系打他都会减伤 比较麻烦一些 那杰克玩家并没有换脚 打草结先出去 哇 伤害量不错耶 我这伤害量打下去 目前风妖精剩下三分之一的血量 剩下应该暗血压还是可以拿掉 对手选择高能量的暴风出来 反正这边我们能够开盾直接把他拿下去 树叶算是一个 我们在对战影片中比较少见的招式 但看起来 感觉是还OK啦 威力跟迅能都算是中等 好这边对手再次出招 残血出大招 目前还有一盾 哦 开盾挡了还是暴风啊 那他第二招应该是配草系招式 应该是打草结或中午炸弹 然后他接下来选择独安雄上篮 这边我们绝对压制堂 那独安雄这边是打不以玛丽 除非他有配垃圾设计 那对方这边出招 结果暗西奥还出来 那没挡招 然后嬉闹出去 那这边的话对手就跳掉了 所以我们这边就以快转来进行 看起来魔玩家并没有要再面对到 逆属性的风妖精 其实还是能够打出不错的效果 虽然在小招部分他有压制 但暴风连续挡住之后 他逼不得以换脚 最终独安雄被玛丽堵到 他就跳掉了 好我们就下一场 这场看到头金昏文 格斗系打二 所以这边是逆风 然后换上巨爪怪 好像慢了一拍啊 巨爪怪面对到头金昏文 头金昏文强行用增强拳 是能够打倒巨爪怪的 那这边是先挡招了 增强拳出来 然后中途他换脚 再次看到熊木啊 好那我们刚好看到熊木妖 就是两个将水炮能够收掉 但是我们率先开盾的关系 所以这边的操作可能比较辛苦 不过对手是挡招了 巨爪怪的暗影版本 攻击力确实是非常之惊人 这边是草屑的熊木妖 这边是连续开两盾啊 非常的大胆 哇这非常的果断 看起来他一定是有办法顺势的把巨爪怪拿掉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魔幻甲命妖终究还是得遇到头金昏文 加上目前熊木妖的血量好像有点多 但是他出招的时候我们这边是切齐了 暗影小爱先出去 不要让对手逼到我们开盾 暗影小爱下去之后 熊木妖 哇这血量很高啊 4分之3直接拿掉 然后头金昏上来 马力又一上来面对 头金昏此时 并没有打算换脚 反而是跟马力硬打 头金昏也算是某一个属性上的黑洞啊 就是妖精 二打腰或者是格斗打腰都在剪上 那他终于换脚了 看到了地海狮 马力这边已经急到了嬉闹可以出招 马力的配招 相对的是大好大坏啦 因为如果你配冰光跟嬉闹就没办法打杠 但如果看到地海狮的时候你配冰光跟水炮 反而就是非常之吃力 好那对手一个地震出来 马力扛得住啊 这弹度非常的优秀 但是这边卡住了 哇这个卡住可以讲到战局哦 刚感觉这一场的网路就不是很稳定 好再次补一个新套出去 此时地海狮残血 接下来对手出招 这边直接把马溜丽给放掉了 那时候那魔玩甲没有要上来 不过对手并没有帮我们打下去 魔玩甲没有一个树叶 直接把地海狮给集成了 这边的话要拼一个打草劫 但是伤害量看起来有点太高 所以逼得截关家是出招啦 有点可惜啊 因为就算我们集到打草劫 终究会下场 所以集到暗小海反而 遇到一个对二系双抗的角色啊 几乎是抓痒 所以刚刚那边算血并没有算到非常的精准 所以最终 马力也被头军给K下去了 等于说魔玩甲没有的坦度啊 是没有到非常强啦 雖然攻击确实是绝佳啦 在打熊木曜的时候 暗小海打四分之闪 但反之就是坦度欠佳 不太好操作 好那这边我们看到叉字符了 但是好像也是有点泪沟 不知道对手是不是占得气氧上非常大的优势啊 好对手接下来切弱安一步上来 最好怪要打弱安一步说实在非常吃力 因为地震下去顶多就打半血啊 这个能量上那么高 伤害量那么高的地震 弱安一步 那种轻描淡血的感觉 但是第一个地震打下去之后相对的我们出一个短能量的招式就压破盾的效果 好弱安一步此时也出招了 狗怪要打弱安一步几乎是不太可能啊 属性上没有压制的巨岛怪 在实际上就会被削弱很多 那将面对到这种比他坦非常多的角色就很辛苦 不过接关架是开盾宝了 双方平盾 然后接下来比较可惜的是差一点点就能够讲水炮了 所以刚刚开那一盾有一点白开了 好魔王甲要上来 其实树叶的一个特效也蛮绚丽的啊 它在周围产生一个火花的感觉 好对手一个增长出来平伤打击 魔王甲要直接碰了半血以上 这个平伤打击 越来越来越伤害量不是那么高 却能够打那么痛啊 好此时的话我们在对手出来的时候 我们暗小害出去 暗小害下去之后 对手插制服挡招 连续 哦这边攻击力上升了 哇攻击力上升的情况下 到底插制服会不会直接下场呢 哇很可惜差一点点 对手挡住了第一个暗小害 但是第二个在攻击上升的情况下一下下去 也是重伤的插制服 此时插制服肯定是用剧毒亚出来打妖精 玛丽玉只喷了三分之一的血量 剩下的话泡沫直接点掉 也多亏了魔王甲妙喵 那一个暗小害攻击力上升啊 不然会死得更惨 好那这边几套冰光术 一下下去之后 对手最后一只角色 结果是泥巴鱼 哦是河中地区的泥巴鱼啊 河中地匹泥巴鱼 地面其实是怕冰的 加上水招也能够打伤害 所以比起遇到加热的来得好 但是他出招数也蛮快的 不过对手选择泥巴炸弹出来 那蛮特别的 好再一个冰光 直接收掉河中地区的泥巴鱼 最后叉字符残血 再补一个泡沫就收工了 这一场不幸中的大幸事 没有让叉字符放到两个剧毒牙 不然应该会非常难打 好进入下一场 这场魔王甲妙的对手是雪妖女啊 雪妖女的话算逆风啊 虽然恶性能够打优理 但是本身的小招部分 冰打草 而我们草系并没有压制到他 但这一款下来是使用了一个暗小爱出去 下下去之后 雪妖女毕竟比较脆 他挡招了 中途让巨妖怪上来 但巨妖怪本身的属性是没有抗 雪妖女的招式 所以他一下下来我们是会重伤的 那这边你帮你保了 暗影球还不错 对方也算敢给啊 中途是换角 你往上来了 目前双方平盾 那我们使用一个暗小爱 换对方一个暗影球 其实我们的优势是比较大 然后巨妖怪率先上来 所以在对手鲤鱼王还没出招的时候 连续两个江水炮 他如果不挡就要下去了 所以这一场的风向 在一开始对手小顺的时候 经过两个招式的转换 巨妖怪浓到极致 直接把鲤鱼王给干掉 再次看到雪妖女 好这边的话 雪妖女出招 雪崩出来 直接收拾掉巨妖怪 完全没有再次上来 我暗简妙出招数没有到极快 但也不算差啦 暗小孩同样的是可以打 幽灵系的雪妖女 一下下去对手放弃了 左一只角色 哦这边攻击上升了 有点可惜 直接把角色也换掉了 左右马力义一上来 对手的恰蕾姆就跳掉了 就获胜了 只是说暗小孩的攻击提升 确实能够带来非常大的效果 但是如果对手有一只角色能够压制你 你也不得不换角 好进入下一场这场看到泥巴鱼 泥巴鱼的话双方的属性 我们这边是叫占优 草能够抗地面 但他应该会选择短能量的盐崩連续出击 我们这边看一下没有属秀盐崩散量多少 好 泥巴鱼此时盐崩出来 魔幻甲蕾喵喷了半血 等于是说他靠泥巴射里跟盐崩 就能够两下收拾到魔幻甲蕾喵 这边是比较辛苦哦 因为我们这个打草结出去之后 泥巴鱼此时没挡 剩下的血量我们得用树叶把它打掉 而且打掉之前 如果他再出招就会变麻烦 好那这边我们开盾宝了 看一下树叶能不能够打掉泥巴鱼 看起来血量上有一点不够啊 对方泥巴鱼还是得出招 所以中途是让巨好怪上来了 并没有贪心 所以魔幻甲蕾喵喵在开场遇到泥巴尾 就算大草结打到 看起来是占得弱势 而且我们多耗了一对 巨小怪刺失 第二只遇到的是玛丽路里 准备出招的时候对方是率先出招了 这边并没有保 对手冰冻光束出来 哇巨小怪 哦好险剩一滴血 好险有把这个地震放出来 没有放出来的话就有点辛苦了 好地震下去至少把玛丽打到剩下半血 魔幻甲蕾喵上来多浓几下之后 再使用招式直接拿掉对手 好挤到了快三个暗小海 那这边打算拿一个逆属性 看着对方想上那么少 舍不得使用打少级的高能量 不过对手挡着了这边赚到了 不过可惜的是此时是切齐 没办法连续出招 所以终究还是开盾堡了 看起来应该是打算用树叶把玛丽打掉 然后接下来把招式放在最后一只角色 不过对方的尼巴尼还在 是不是会切脚挡招呢 对手的作为角色 看起来是勾... 不过他好像有切脚咯 你可以看到属性是幽灵跟恶系 应该是勾魂眼 不过对方在上场瞬间又换脚 所以尼巴尼吃到了一个打草劫 但是这边的话 我们补他一个打草劫再一发 然后玛丽上来 毕竟玛丽还是妖精系的啦 还是有压制到他 对手勾魂眼的欺诈 短能量打不死我们 一个鲍恩也K不死 最终我们是会获胜的 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作为场 作为场的对手再次看到尼巴羽 糟糕的状况啦 尼巴羽感觉是比较占优势的 至少他能够压一顿 就看他会不会中途切脚 好对手尼巴羽出招 尼巴羽的尼巴射击配合着炎崩 打半血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伤害量 因为如果超过半血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抑伤 以及能量浪费的问题 好我们一样选择打草劫出去 杀力量肯定是不够的啊 那对手这边连续的出招 玩家要帅先开一盾 中途的话 也没办法因为这一盾 直接把对手浓到底 不过对手竟然先换脚了 骑骑好上来 感觉他应该是有点害怕被我们浓 所以先保住了尼巴羽 骑骑好上来的话 先来暗小海出去 选择玛丽上来 这边的操作的话 玛丽虽然妖精系能够双抗龙系招式 冰冰光束则是双克 这一个七星鸟 但是冰冰光束的伤害量 毕竟没有属修嘛 只有67%的伤害量 相对的这个暗小海补下去之后 一发就能够收掉 这边玛丽可以尽量浓 不过这边是率先出招了 其实可以再吃一个神套猛击 会让整个的气量上更稳一点 好收掉对方的七星鸟 尼巴羽上来 尼巴羽这边残血出大招 顶多就是一个炎崩啊 其实不用挡 伤害量比较低 那这样后来 我们三只都还在面对到 最后一只一顿的劣势 来看一下对手最后一只角色是谁 最后一只角色 结果是猫头鹰上来 今天这个阵容的配阵啊 比较可惜的就是 这三只都是第16季被下修的角色 尼巴羽的地震被下修伤害量 而其实星奥跟猫头鹰的神奥猛击 在气量上多了5点 5点可是说差距非常大 等于说要多出一个小招 很容易被对手造成破绽 不过这三只也在上一季非常之强势 这样的下修 会让其他角色有点发挥的空间 好那马力下去了 基本上这一场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就要怪这边挡招 连续两个江水炮收拾掉对手就结束了 哦对手这边竟然选择暗影球啊 好这边的话挤到了两个江水炮 直接要收工了 其实在神奥猛击一直都没有改动的情况下 是因为角色把它变得太强了 不然正常来说神奥猛击 数据上算是一半半 比起其他招式来说 好那这一场就拿下咯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我们今天尝试了第九在御三家 魔幻假面喵 在对战里的一个实力 看起来它的坦度确实是稍微偏弱的 不过在树叶的伤害量 以及它的招式组合的万用下 其实整体上还是能够压制不少的角色 就出登场来说 它还算是一支堪用的角色 加上颜值很高 让许多玩家们喜爱 而它未来肯定还会有社群日 能够获得疯狂之物这个草戏非常好用的招式 实力上肯定会更加一截 所以玩家如果喜欢魔幻假面喵的话 不妨可以在对战联盟中尝试看看 最后的话我们要再次感谢 Jek玩家提供精彩对战影片给玩家们 当做参考咯 我们下部影片见 i got you